今天的借贷业者 你们不会担心说 这些是变成不良 变成贷账 来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说 这个诈骗其实从去年就开始了 那相对的就是说 我们公司是一个金融科技平台 我们在发现这样的案子的时候 我们第一时间 我们就在网络上面发文 然后我们会通报 我们自己本身认识的这些业者 让他们知道说有这样的情形发生 大家千万不要去做 那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一直进行 所谓的借贷到底是怎么个分别 不是说所有借贷都是地下钱庄 地下地其实真的不是 来 所谓借贷 第一就是银行借贷 银行借贷是以年息来计算 第二种叫做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是以月息来计算 那大家口中所谓的地下钱庄 它是以日息来计算 日息是以天来计算 那它都是属于小额的 所以一般人分辨不出来 小额大概都多少 这样的大概五到十万吧 那原则上呢 就是说这次的诈骗 额度都比较高 所以说他们会找民间业者来做 所以说我们会做这样诈骗案的上当的人 绝对不是什么地下钱庄 所以他是用民间借贷 对 然后请大家分析一下 他们诈骗的原因是什么 要换钱呢 对 要换钱 所以呢 我们今天有这么多受害者 大家把房子拿出来 这些诈骗集团 再把这个房子拿来 跟这些民间业者做诈骗 不然的话 钱从哪里来 这不是一挂的 他们如果是一挂的 你想想看 他骗了房子 那这些所谓的民间业者 跟这些诈骗集团是一挂的 那从哪里拿钱 从哪里拿钱 他左手拿了房子 右手要拿去骗钱 不然他怎么拿到钱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民间借贷业者这一边的话 他很有可能也是受害者 对 对民间业者而言 就是宝宝心里苦 还是宝宝说不出口 为什么 可是他拿到房子了 他可以拿到房子 不不不 对民间业者而言 他不是拿到房子 他只是拿到个抵押权 对 就像银行一样 民间业者都是一样 今天有一个人 拿了一个 没有贷款的房子 来你这里 权状压了 身份证压了 借不借 借不借 干嘛不借 对啊 干净的房子 干嘛不借 银行也是这个角度啊 干嘛不借 但是你想想看嘛 大家都认为说 民间业者 例如说多高多高多高 我分析一下好了 今天借款出了一千万 那为什么 他们的合约里面 规定三个月 因为在民间借贷里面 他的期是以期来算 每一期就是三个月 是 也就是说 他借了三个月之后 他都不用管 因为民间业者 不会去吵他嘛 那三个月后 搞不好 事情不要离了啊 对 他只要一跑就好了 那怎么办呢 他就跑了啊 那民间业者大家说 哇 收好高好高 好 我借出去一千万 我利息收一收 我收了大概六十万嘛 三个月六十万嘛 所以第一笔你先收了 对对对 我先扣了嘛 对 所以说我付出九百四十万 对吧 我拿了九百四十万 我的目的是 三个月后 他要继续还我利息啊 但是三个月后 我得到了什么 法院来一个函 这个房子疑似诈骗 那假扣押 或是说已经上报了 那这个房子 我的权力已经没有了 可是我九百四十万拿出去了 那我不是受害者 那谁是受害者 拿得回来吗 那九百四十万 那问题是抵押权在你那边啦 是 但是这个房子被扣押啦 我今天是做生意 没有办法逗 对 我是做生意 我钱出去 然后到处我收不到利息 那是在有假扣押的情况之下 你才会发生这种状况嘛 对不对 那问题是很多的民众 你光是要假扣押这件事情 他必须要再负担出 他的总价的三分之一的价格 像陈小姐就没钱 他没有钱啊 他就不会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我要请医师 我要去做这件事情 我不会做这件事情 那不会做这件事情的情况之下呢 后来债权就变成 民间借贷业者了 对啊 这边啊 房子被过户之后 而且这边可能我要澄清一下 这个即便现在我们很多被害人 有做假处分 假处分是这个 就假处分说禁止这个 现在的所有权人 再去移转这个所有权 但是民间借贷业者 还是可以做抵押权拍卖 他还是可以去做 申请抵押权拍卖 把房子卖掉 因为这个假处分 只是限制这个所有权人 但是没有限制这个抵押权人 所以其实 他还是可以走这一块 刚刚当然周先生认为说 这些民间借贷业者 全然不可能是共犯 但是其实这个等一下 我们有机会可以来讨论 但是并且您的认为是说 因为他们这样钱送出去 就拿不回来 其实不会啊 他们去把房子卖掉就好 我看了几个案子的 他向全力部 他们其实不只是做抵押权 他们先做信托 某某人那个买方先信托 给某一个其中借款人 然后第二顺位再做一个抵押权 普通抵押权 所以信托的力量是大于 抵押权的处分 所以信托也处理了 抵押权也处理了 你后面想要来扣钱的人 根本就没有产值 因为他可以事先执行 他就把它执行完毕了 所以其实我就说 他是一个非常绵密 非常完整 刚才所讲的那些问题 他们全部控管起来 都想过了 思考到了 全部都控管起来 我们刚刚其实讲的 就是这个民间借贷业者 这个产权呢 如果到了民间借贷业者里面 很有可能会出现三种发展 就是抵押权的部分 如果在这里的话 他想说抵押权在这里 但是如果卖家凑了三分之一的价格 来申请了一个假扣押 那惨了他不能动了 他不能动了之后呢 就会进行打官司 然后官司这一打下去 三年跑不掉 对不对 至少 然后再来 屋会返还给卖家吗 有可能打到后来 即便返还给卖家 但是只要你认定 只要我们认定民间借贷业者 是无关的 对 那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基于 他信赖原本的所有权登记 而设定这个抵押权 所以他的这个抵押权 是不受影响的 所以即便这个房子还给了卖家 但是这个抵押权 还是会挂在这一间房子上面 债务也过来了 对 就连同那一间房子一起过来 所以等于是他跟民间借贷业者 借的钱的话 又会挂回来 对 没有错 没有错 不会是损失更惨重的吗 那不是损失更惨重的吗 高利贷啊 高利贷 当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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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业者如果三年的话 排三年给各位看一下 刚刚那个多少 对 三个月一起嘛 一千万的话 一年的话 所以他们要把那个抵押权的金额 设非常高 对 坦白说他们都已经设到卖价 那坦白说这个卖价 你根本你今天要拿 一般拿去做拍卖 根本拍不到这个价格 你知道一千万的房子 年利率如果是 连这个利息的收费是24%的话 这一年利息就240万了 没错 一千万的房子利息240万 很快的就可以满足到 他们要的那个抵押权 叶总你说这没有残值了 没有残值啦 因为他设定已经那么高了 然后利息要付出去 他拿回来怎么拍卖 完全没有残值啊 即便是这样子 做一个真正的法律途径来讲的话 其实到最后的结果的话 在场的人很多会失望 输家只会是我吗 琴先生麻烦你 你站起来说一句话 脸都要绿了 真的 他是第一批 第一批被骗到的 琴先生真的是求助无门 我告诉你 他刚刚上节目的时候 还特别跟我说 他说这样子下来的话 他们其实说实在的 他们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对 我还是要重申一下 就是说 现在就是我们还是希望 就是我们这些受害者 还是希望赶快 房子能够返还 抵押权能够吐销 但这几天就是感谢主持人 就是还有这个节目 就是越剖析越清楚 然后我们会知道几件事 就是说它是一个整套的 所以说有些人是在买卖一发现 就被恐吓 那有些人是在进行中被恐吓 所以我们现在到现在 我们还没有办法确定 是不是这些后面的当铺 或者是搞不好他们的集团 除了中华资产 还有其他的当铺 或者其他的这些 这个民间业者 都是他那一挂人 对 那只是说后来完了以后 官司打赢了 比如说万一我们真的 官司打赢了 房子返还了 可是他们就换另外一个面目 对 就是民间业者 或者是地下钱庄 他还是急急在骗 就换身份嘛 来找我们讨钱 就是黑道出现了嘛 那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去分辨 那所以现在可是我们认为 国家是可以分辨的 调查局是可以分辨的 限调组组是可以分辨的 金融打击犯罪东西是可以分辨的 我们现在国家要朝洗钱 不要洗钱 变成一个现代化的金融国家走 所以我相信我们的金融控管 是可以分辨的 可是我们很失望的是 我们去年10月11月12月就发生了 可是这一套就是金融防治的 这种调查的系统没有启动 没有扣掉他们的金融 没有扣掉他们的账户 我们的警察系统没有激压他们的人 然后我们的这个刚才讲的代书系统 没有拿掉他的执照 就变成现在就是变成大家这个越演越烈 然后等到再拖半年 搞不好是不是会有300件500件 我都不会意外 他到底会不会是一个金融 集体组织犯罪的一个行为 我问一下那个大雄 大雄民间借贷这一边会不知情吗 你昨天在节目当中有特别提到 这么美丽的姑娘 这么完美的一个物件的话 送到了民间借贷公司 他们一定会觉得说 见烈心情 不可能的 不可能会有那么好的一个事情 沦落到我的地下借贷 民间借贷公司来 那为什么他们还愿意把这样子 那么好的物件带出去 如果觉得他已经是不可能的 怎么会出来 然后他们会愿意呢 好 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像我们这一次这么多的诈骗 谁在卖房子的时候知道会遇上诈骗 有哪一位是知道说 我要卖房子的时候我就遇上诈骗 我相信没有 也没有人想到代数会有问题 对 对 我们当然不能没有办法去证明说 所有的业者都是清白的 但是实际上就是有可能有代数 就已经是不对了 那民间业者有没有跟这人挂钩 我没有办法打保证 但是我能够告诉各位 他今天拿的房子 左手拿的房子 目的他是要钱 他如果没有右手骗钱 他的钱要从哪里来 是 那你说今天的民间业者 比如他有抵押权 是啊 但是抵押权到时候法院的判决之后 是他跟原屋主的问题 这些犯罪犬钱拿他就已经走了 他已经远走高飞了 那民间业者 大家开门做生意 我钱放出去我就要收利息 那我卡了官司 我三年可能收不到利息 刚刚大家说 那我抵押权是很高 你们三个月以后 你们三个月以后的话 他如果没有进行到官司的话 你们就直接把他 直接把他抵押权在这边 对啊 把他卖掉了 没有 我没有办法把他卖掉 我只是抵押权而已 对 那我要吹告 然后我要再依照法律程序 然后来送法院来做拍卖 这个都是需要时间的 但是 所以你们不会去做这个事情 一定要做 会有风险 所以周先生我就要跟你讲 我们案例特别的地方 对 我们案例特别到就是 他不走一般的拍卖程序 来从我们这些被害人里面求场 他走哪里 他比如说 以我们现在讲的这一块 来讲好了 就他们后来协调好了 协调还款这一块 对 我们讲到协调还款 然后到这个就是 业者想说 好啦 我还你房子啦 不然就是我还你钱啦 就是这样子 其实刚周先生说得很好 一般的民间借贷业者 他们应该是要去拍卖 取得这个价金回来 而且看到这么美丽的姑娘 大概都会想说 拿这样天上掉下来礼物 但是我们这个案子不一样 他们迅速的 就同意了这样的抵押权设定 然后甚至他们的抵押权 也不是只是设一个抵押权而已 像这个案子里面 三个人设了抵押权 没有错 但是呢 这一位 杨先生 在设了抵押权不久 立刻将 这一个房子 经过信托移转登记给他自己 这个抵押权人 已经变成这个房子的所有权人了 那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 因为今天房子是他的 所以我可以用市价卖 不用走抵押权程序 我用市价卖的价格 跟抵押权拍卖的价格 差我想是 至少抵押权的拍卖价格 大家通常 尤其像我们的案子 八折至少 一拍就是八折 一拍就是八折 可是我们的案子还有一个特别 就是我们的房子 通通都没有点交 目前为止 通通都没有点交 除了几位被骗走的之外 多数是没有点交的 所以说没有点交的话 其实拍卖价格 我想在场这边都很多专业 可能会到二拍 没有 会到三拍 三拍没有人要买 通常会到三拍了吧 所以说 他们为了避免这个拍卖程序 他们直接先做一个信托移转登记 那甚至说 有的不是做信托移转登记 像这个案子 它是做 今天是在南港区的这个案子 对 在南港区的案子 它是做留底约定 什么叫留底约定 留底约定 它写的是这样子 于债权借清长期而未受藏食 本抵押物所有全移书抵押全人所有 就说到期了 到期了 你钱还不出来没关系 你把这个房子 跟我一起去地震 再办一次过户 变成我的 那他一样就进入了这个程序 他一样就是 成为那个所有全人 我不用再去做拍卖了 这个就是这个程序 进到这里了 对 就变成他的 他又回到了这个程序 就抵押全人 变成是房子的所有全人了 对 然后他就直接去卖 直接以市价卖出 所以我们才会说 其实这个案子 非常的不一样 这一批的案子非常不一样 甚至我们还发现说 因为我们这案子 里面有个特色 就刚刚讲的 很多都没有点焦 那些抵押全人 甚至会 冒充是装潢设计人员 来看屋 说我是装潢设计人员 然后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日后去跟检察官讲说 有啊 我设抵押全的时候有去看 所以我是不知情的 但是事实上是这样子 如果你今天真的不知情 你有需要去冒充成装潢或设计人员吗 所以刚刚那个 新闻案件那个曾小姐 图成的那个案子 他就说是因为有 假装是 金融人员 对 卫中身份的融资公司的人员 来看他的房子 是因为 他的那个部分 就有可能是因为 有可能是这样 所以律师你的意思是说 他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其实把那个房子 是洗了一遍 然后洗了一遍以后 其实用市价的方式 他们日后是可以有 这个市价卖出之后的钱 卖家还能拿到吗 还是他们的 还是民间借贷业者 因为所有权人 跟抵押权人 对 都已经他们的 所以他们不用再给我们 那他们 就没有 什么都没有 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 而且其实 光这个打官司的过程 其实是 如果今天检调不调查 这些抵押权人 这些抵押权人 被认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话 我们打一个民事诉讼 先缴一审裁判费 先缴一趴 那刚刚也讲了 我们目前为止做的假处分 是没有办法阻挡他们去做抵押物拍卖 假如他们选择抵押物拍卖 那一条路的话 我们还得再去缴另一份担保金 来去阻挡这个拍卖 所以说后续的情形 对我们是非常非常的不利 他们一直不断筹钱来阻止 对 我们其实坦白说 目前很多人都已经 筹得非常辛苦了 为了先阻挡他们再做其他的移转 什么抵押什么的都已经做得非常辛苦的 这一块再不好好调查 我们只会更辛苦 你知道我们这边有个资料 这些卖方这些受害者的年龄层 大部分都在80岁52岁64岁66岁62岁70岁50岁50岁 74岁都六七十岁以上了 这个是他们的老金 今天为什么他们很会抵押身上 其实当初卖的时候没有抵押权 其实就是因为他们辛苦了大半辈子 好不容易把当初买房的钱都还清了 结果他们在他们领导的时候 被这样子 他这个 什么都没拿到 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说后面的这些受害者 我讲得更明白一点 让他们更简单一点 我认为这些案子 基本上已经进入加护病房 已经送入安宁病房了 安宁病房了 基本上已经没解了 没救了 所以我们在这边谈 其实第一个让他们了解现况 第二个后面的人不要再继续受骗了 因为这已经从超完美的陷阱的买卖契约提升 我们这样谈 已经提升到超完美的骗局 对 你看连这个都锁好了 我听到这后面这一边 我吓出一身冷汗 你知道吗 我本来以为前面这边的话 其实基本上可能还有救 可是当到后面的时候 你知道他别有所图的时候 其实你觉得说 这个房子的话基本上已经没有救 甚至最可怕的 他们当初的那份还款计划书 他们的居然要把钱先还给抵押权人 不是 他们说每个月要拿一千万出来 他们说每个月要拿一千万出来 仔细看 第三行 最后抵押权设定 第三行 值字满足抵押权设定金额 值字满足 这边 他钱不是要 他当初说要跟我们和解 说要还钱 钱不是要给我们 对 不是要给这些被害人 他是要给那些民间借贷业者 谁 他说买卖双方以及抵押权人三方 三方共同涂销 涂销抵押权的设定 他要先满足他们的需求 我讲一下 这根本是超完美诈骗的再一次 超完美诈骗 好可怕 这个是后端了你知道吗 这个再切下去还得了 这个就是刚刚讲的第三个方法 诈骗2.0 对 因为即使说我们刚刚在讲就是说 民间业者借了款之后 那他们民间借贷业者他也是属于苦主 但是你想想看 大家一直通报一直通报 民间业者不做了 怎么办 小孩子会长大 学诈骗的人也会动脑筋 他就开始来搞这一套 会进化是不是 对 黄律师刚刚讲的这就是这样 他就是以前从1.0慢慢的 民间业者骗不到了 那他就直接变成2.0 我跟你说 他们自己来 我们这边的图是画到这三个方法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 要还款计划 还款计划呢 让你进入到了被诈骗的2.0 是 2.0 2.0完以后的话 你不知道里面呢 窟窿还有多大 对 也就是说从头到尾2.0 已经把这个房子 完全吃干妈净了 而且我们都以为是过户 才能够去设抵押权 其实钟爱琴你刚刚跟我讲 你其实还有遇到那种 还没过户就要来设的 我们其实就是有遇到说 他在买卖期间 就来跟我们借款 其实我们接到的讯息是 这个房子正在买卖过户当中 然后我们就先去看了房子 觉得房子还可以 他只是跟你说过户当中 你就可以借给他了 没有没有没有 他只是说他现在这个房子在过户 然后请我们先去看看 OK 那看房子 我们原本就是要看的 你去看了是不是 对 我有到现场去看过房子 你看了谁家的房子 在细子一个五楼的公寓 五楼的公寓 有没有人住在那边 我们是受害者 现场有没有受害者 有没有人住在那边 细子五楼的公寓 你啊 爸爸的房子 对 那然后真的 他怎么讲 看回来之后 我就问说 这个房子都还没有过完户 为什么你就来借钱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周仙 因为 我这个房子已经买了 我在过户当中 我大概一个礼拜 我就会过户了 那我过完户 你可不可以先就一点钱 我就很好奇 问说为什么 那他说 因为他跟朋友 要去买一个法拍屋 那我想大家也知道 你要去标法拍屋 你要先准备两成四倍款 对 七天之内 要把所有微款补足 是 我一听也合理 但是我就问了一句 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 你要标的这个房子在哪里 在哪里 在哪里 就再也没有电话了 为什么 为什么问了这句话以后呢 为什么 我想知道他的房子在哪里 我就知道说 他这个房子会不会去标 所以呢 我刚刚讲过 你要在借款 你要合理嘛 对 所以那个可能只是个幌子 他只是说他要标房子的 房子在哪边 对 他的理由就是说 因为他去标房子 如果说是 不太了解的民间也就觉得 合理啊 对 但是对我而言 他怎么合理 他前面的头款240这样 对 头款合理 尾款都没有给我们 他也輸在礼保里面 所以你的其实是 前不久才被骗的 对 没错 所以那个案子 刚好也进到了大雄的公司里面 他有去跟你借过 但是你们拔除不掉 他们也是2.0了 所以你挡掉了 以前理由讲不通嘛 现在又换一个理由 要标房子 我都不知道 再来会是有什么理由 让我听到了 好 叶老大 这里面应该要注意哪些事情 一样 就是刚上次我们提到过 我们卖房子不能将 在这里面应该要注意 是什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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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